翻老师刚刚在演讲中 提出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明说 记忆的现象确实要有第八识才能成立 才能够解释记忆储存处的问题 但是对于为什么要有第八识才能够解释 生死轮回 因缘果报之所以成立的这样的问题 翻老师琢磨好像比较少一点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又都不能记得上辈子 或者上上辈子的事情 又怎么样才能够证明有所谓轮回 以及因缘果报的现象 是不是可以请吴范老师跟林老师 为我们简单地再说明一下 这个第八识跟因缘果报 轮回之间的关系 谢谢 关于人有轮回 现在其实已经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了 我们在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资料中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有某个人 他会说他过去是住在哪里 他叫什么名字 他房子的地址在哪里 周边街道的风景又是如何 他那个家长什么样子 他以前做什么工作 关于这样的证据已经很多出现 那这证明什么 人有轮回 那人既然有上一世 那代表也有下一世 所以生死轮回是可以确立的 但是为什么有生死轮回的现象呢 在佛经里面讲到有试入母胎 也就是说有一个试 他入了受精软以后就入在母胎 所以有下一世生命的出现 那这个试是哪一个试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座所说的哪一个试啊 第八试十项心 但是这个第八试十项心 它要入哪一个受精软呢 是入人的受精软 还是狗啊猫的受精软 依第八试所储存的业重 来决定 这个就是生命的实相 也就是说一第八试所储存的业重 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受精软几乎都一样 分裂到最后 细胞分裂到最后 竟然是各形各色的生命 以各式各样的生活形态存在着 所以生命的实相就是这样 那生命的生死轮回 以及因果业报的情形 其实一直都在展开着 那我们以 跟我们较接近的人 以及狗的例子来说 人和狗都同样有八试的心理结构 才会有生死轮回 所以 人死可能成为狗 狗死可能成为人 那会当人呢 因为有一定的道德标准 会成为狗是因为道德的伦散 或者是道德的熏陶还不够 但是呢 基本上 人跟狗都还是一样有八试的心理结构 只是说狗 它因为道德的伦散 或者是熏陶不足 它堕入畜生道 那又譬如说恐龙 它也是畜生道的一种 可是恐龙跟人类生存在 同一个生活环境的几率并不高 但是人跟狗可以遇见 可以一起生活的 几率却是相当的高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跟狗的共业比较多 可是呢 人用两条腿走路 两只手做事 狗呢 却是四条腿走路 所以就没有两只手 可以做很多的事 虽然狗跟人都同样有八试的心理结构 可是 还是有优劣的差别 依照如来像所含长的业种 所以有优劣的差别 所以狗 它也有骨骼 神经肌肉 器官 人也有 那狗也可以做简单的 记忆 记忆以及学习 所以他可以跟人玩 人丢狗捡的飞盘游戏 但是为什么都是人丢狗捡呢 不是狗丢人捡呢 一直是狗来捡 狗不是很命苦吗 很辛苦吗 这多不公平啊 可是 没有办法 就是如此 因果业报 它的受用 就是不同 又比如说 我们人类可以吃很多的美食 可是狗 不行 狗不能吃太咸 不能吃太多的加工的食物 那 因为狗的 它的肝脏跟肾脏很小 所以它排毒功能 不好 那人虽然也不能吃太多的加工的食物 可是因为狗 人的肾脏跟肝脏相对大 所以它排毒功能加 所以人就可以因此 吃很多的美食 那这个就是 这样的生命轮回 以及因果业报的情形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出现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一直到我们学习了 如果玄奘大师告诉我们的第八四宇宙 生命死相心 我们才慢慢可以知道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关于生死轮回存在的这个问题 其实要探讨之前 我们要先探讨前世记忆的存在 就是上一世记忆的存在 根据西方的这些实际上个案的统计 目前全世界大概至少有一千例以上的个案 就是说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他记得上一世的事情 住在什么地方 叫什么名字 然后做了什么事情 等等这些 然后实际上 跑到那个地方去验证的话 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存在 所以这个是科学上面 实际上他有验证的记录 就有至少一千例以上 这个就足以说明说 前世记忆 它的确是存在的 那既然前世记忆它是存在的话 就代表说 它有生死轮回 因为有上一世 所以会有这一世 那同样的你推理 有这一世的话 就会有下一世 所以三世轮回 它是有实际上科学的证据 来印证的 印证说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那关于因缘条件 是不是有因果业报的显现了以后 才能够造就这一世的友情众生 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 实际上从现象界来观察 如果没有任何的因缘果报 每一个友情众生 他出生的条件 都是一样的 无中生有 就像孙悟空一样 从石头里面 蹦地跳出来 就变成一个孙悟空 如果每一个友情众生 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友情众生 他们生出来的状况 不管是外表形状 以及物种等等的话 应该都一样的 因为都是无中生有 没有 完全一样的没有 然后突然蹦出来 也是完全一样蹦出来的话 那应该所有的友情众生 都要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现观这个世界的物种 有情众生物种的千变万瓦 我们知道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即使是同样的母亲生下来的 同软的双胞胎 他们也是有非常维系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母亲 她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是大的 然后这个是小的 她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来 所以条件这么接近的 同软双胞胎的话 它也是一样不一样 甚至两个人以后的生活的 际遇等等的话 也都会不一样 这个就证明了说 因缘条件是每一个友情众生 都不一样的 然后这些上一世的因缘条件 会决定这一世 这个友情众生 他出生为人 或是出生为狗 或是出生为细菌 蚂蚁等等 这样子各个不同的条件 这个在佛法里面 就是所谓的业种 以及业果报 那话说回来 如果有这个因缘条件的话 大家想一想 那是谁把这个因缘条件 从上一世带到这一世 然后这一世再带到未来世去 这个能够携带三世的因缘条件 绝对不是物质的东西 因为物质的东西 上一世完全消失了 这一世出来的 在下一世的时候也会完全消失 所以一定是一个灰物质的东西 那这个灰物质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第八十如来藏 以上补充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的说明 我们其实也可以从佛经的记载 这些事项上的事情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时候的印度 其实蛮多修行人 他们因为那时候的环境很单纯 所以修学禅定的人很多 那因为禅定之后 而发起神通的人也很多 所以那时候的人对于佛陀所讲的 比如说这个人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 或者说某某人过去事是如何如何 即使是佛门之外的那些修行人 那些有神通的人 他都可以去验证 因为他只要有神通 有宿命通 有天眼通 因为他就可以看得到 佛所讲的这些事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这些事情都有被记载在佛经里面 现在都还可以查证 所以从刚刚两位老师的科学上的 或者说这一世的这些记录 乃至于佛经上的这些记载 其实都可以证明 确实是有这个三世轮回 以及因缘果报的这样的现象存在 那谢谢两位老师的解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